好多人啊 好多人 发个朋友看一下 哦 这套路就是说的是191天 套路就是说 如果你车费 他就交了车费你上不了班后 就把你赶出去了 就不退 然后也不送回来 对 就这样做成了 我在武汉拍了一年多了 准备在这里也拍个一年多 他们那些零食工都住在这里吗 啊 怎么感觉环境这么好呢 我觉得像零食工啊 他们他们干一天躺三天的 应该是住在满破旧的私房啊 棚户区啊那种 大城坐在马路上是吧 对啊 供养 好好好 有点意思啊 隔板房这是 昆山的特色是吧 嗯 嗯 我在 我在武汉刚去武汉的时候住的是那种 他们一个房间很多装床 然后都是高地铺的 兄弟老家是哪里的 湖南乡堂的 湖南乡堂 哎就是毛泽东的互相 哦 对 湖南人都很豪爽 想一起啊 这点我感觉到 嗯 那你现在来了 两个月存了多少钱 哎 没有群情啊 就是道歉 道歉 哎 清了花呗 还有那些 哎 就是 还像家里要了点钱 要了点钱又花完了 要钱又花完了 现在 没听有时候干个日记 还要抢 早上四点钟起来 去抢那个名额 一听的话 有时候 八十块钱 七十块钱 一百块钱 然后交往水电费 交往房租吃饭 可能就没有钱了 哎 他那困山这边这么多厂 怎么不去进厂呢 进厂 现在 进厂的话 你要体检啊 当天要体检 第二天车租结果 你要身上没有几百块 没有两百块钱不行啊 两百块钱也 做不了 什么事 身上有个四五百块 就不行 有时候进了厂 奔完宿舍 之后就把你赶出去 说你的是黑库 什么叫 银行的黑库 他不能上班吗 不知道 反正 有个厂就是进去了 我都 已经到车间了 然后老五又把我们赶出去了 就是外包啊 外包的人员 就赶我赶出 就说我们的 说我们办不了 银行卡 在这边谈女朋友没有 没有谈 这边谈不了女朋友 哈哈哈哈 那晚上寂寞怎么办 晚上寂寞呢 就看看小说 听听听小说吧 福气就是 洗个脚啊 按一下 哎呀这个 不能探奢求 这奢求不了 哈哈哈哈 现在的 公价是最低的时候 现在是 现在是 最苦的时候 就是现在的时候 就是说 疫情之后 就开始降价了 人多了 就 一直降价 降到现在 几十块钱 一百多块钱 现在生活费都不够用了 哎 是啊 现在 就挂鼻了 挂鼻了 睡觉吧 像这样的一间 隔板房 一晚上 三十块钱 在 昆山中华园 大神基地 能够住得起 这样的房间的 算是上等人呢 临时工中的 上等人